二鸭小秒招 实用有趣 大家好 我是二鸭 咱们的香皂快用完的时候呀 个头很小 用起来呢是非常的难用 通常咱们都会把它扔掉 其实呀 这样一块小小的香皂 还是有很多神奇的妙用的 接下来就来跟着二鸭一起来看看吧 保证下你一条 妙用一 防止鞋子磨脚 鞋子磨脚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 咱们可以把香皂涂在鞋的脚后跟 大小指的外侧 这些容易磨脚的地方 现在内侧变光滑了 也就不会磨脚啦 是不是很方便呢 妙用二 顺滑拉链 衣服或者包包上的拉链卡住 不好拉的时候 往拉链上抹一层香皂 有了香皂做顺滑剂 这样就能拉得很顺畅啦 妙用三 皮肤止痒 当你被蚊子叮咬痒的时候 身边没有药膏 那就试试香皂沾点水擦到痒处 不但能够缓解红皂 只要效果也是立竿建议 妙用四 擦眼镜 当眼镜脏的时候呀 可以在眼镜的两侧涂一涂香皂 然后再用清水清洗眼镜 这样不仅可以去污 还可以防止浸泌起污 妙用五 去意味 咱们把香皂剪成一些小碎块 包到卫生纸里 再塞到鞋子里 这样就可以给鞋子去意味 妙用六 做标记 当我们需要裁剪东西 没有记号笔的时候 可以用它来做标记 面用七 引纹灭纹 准备一碗水 在里面剪一些香皂碎片 再加入红糖 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样一个简单的 引纹灭纹的神器就做好了 放在家里 灭纹的效果特别好 怎么样 今天香皂的这些尿用 是不是 有没有